现代人使用越来越多高油脂食物 吃大餐,狼吞虎咽的大吃大喝 我们吃下很多辛辣的食物和各种高加工食物 我们烹煮时,使用太多油,太多奶油和太多动物油脂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许多人经常觉得皮肤不好,消化有问题,而且总是感到疲倦 但我们没注意到的是更严重的问题 吃油腻和高脂肪的食物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受到的伤害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尤其是会损害我们的肝脏 就算只吃一顿高脂肪餐就会破坏肝功能 高脂肪和过油食物会导致肝脏脂肪飞机 从而导致肝脏发炎 这会使我们面临脂肪肝的风险以及危机生命的病发症 我们的肝脏非常重要 它有助于消化食物、代谢脂肪、解毒和净化血液 健康的肝脏具有经人的恢复和再生能力 但受损的肝脏很容易使我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当我们身体的大多数其他部位发炎时 我们可以感受到发热和疼痛 然而当肝脏发炎时 往往你感觉不到有任何不适 因此当你意识到肝脏出问题时 通常已经非常严重 发炎的肝脏可能引起各种疾病 比如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胰岛素抗性、二型糖尿病 脂肪肝、脂肪代谢功能失常 甚至肝功能衰竭 预防是保持肝脏健康的关键 以良好的饮食习惯来保持健康 很多食物对身体、对肝脏有很好的帮助 仙草含有必须氨基酸、纤维、多酚、黄酮类和抗氧化剂成分 包括分酸 能帮助保护肝脏免受氧化性DNA损伤 直菊子可帮助抑制肝纤维化 这是肝脏疾病最初的症状 含有黄酮类胡皮素可抑制肝脏发炎 以及与DNA损伤有关的脂质氧化 可减少与酒精相关的肝脏损伤 枇杷叶含有抗炎化合物如三贴酸 拥有很高的抗氧化能力 抗氧化剂能够对抗导致DNA损伤的自由基 冬瓜含有多种植物营养素 如黄酮类和植物固醇 可保护胃肠道 帮助预防胃溃疡 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并强化黏膜屏障 绿茶含有的茶氨酸具有抗炎和保护肝脏的功效 有助于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 EGCG是绿茶中的一种主要成分 可以抑制人体肠壁上皮细胞发炎 菊花 透过显著的抑制抑氧化氮的产生 可作为一种强效的抗氧物质 保持健康并不难 在吃大餐 吃高热量 高脂肪 油腻 辛辣 或高加工食物时 多食用这些营养的植物 就能保持肝脏健康 保持身体健康 健康是一种日常习惯 只需要一个摄取大量蔬菜和水果的饮食习惯 配合多喝水 控制体重 每天锻炼 就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健康就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